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少卿 你 是不是喜欢我啊 你想听答案吗 那我告诉你 是 我喜欢你 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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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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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 好 我 走 你起这么走啊 不是 还要上班吗 那正好 客服我也帮你打了暖 所以弄好了 密码是你生人 谢 谢了啊 密码不对啊 你给错了吧 你现在的表现好像一种症状 什么 你想听答案吗 那我告诉你 是 我喜欢你 去教宋合成 谢谢你总想收留我 我要洗漱上班了 他不会知道我这个头发 还有头上这个疤 能看死了 我为什么要在意他 冷静冷静 一个梦而已 一个梦而已 还有什么事 刚开锁的时候 看你家冰箱都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就买了一些帮你填一下 不用笑 你这一大早就是 来给我做早饭 你不是说我做的早餐难吃吗 我改良了一下 你再试试 明天想吃什么 明天想吃什么 不用了 我明天自己来就好了 那你一般早上都吃什么呀 鸡蛋 牛奶 没了吗 早上那么赶 哪有时间搞这么多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和我大伙吃早饭 说得轻巧 你每天搞这么复杂 那谁负责刷碗 谁刷锅 谁收拾 你只要负责吃就行了 一个月多少钱 温医生 开个价吧 厨师费多少 材料费多少 按天计算 绝不让你吃亏 我看起来像是个卖走餐的妈妈 还是算清楚点好 不然别人会觉得我们 我们 会觉得我占你便宜 我占你便宜 那成交 以后你负责买食材 我负责做 好了 可以吃了 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 换了个习惯 会调位置 这边坐起来更舒服 两个人一起吃饭 是比一个人吃饭热闹 就这么在一起 也挺不错的 是要跟你在一起啊 你刚不是同意了 一起大伙吃早饭吗 你要反悔 差点忘了件重要的事 你干吗 摸一下头 干吗要摸我头 我又不是让一让 检查你的包消肿了没 这是正常随法 那 那你看就好了 又不需要动手 看清楚没有 我已经没事了 随访结束 好 我一直说 感觉你很紧张 哪有紧张 没有 没 没 从一早开门到现在 你所有动作都不对劲 刚才抓到手的时候 手心出汗 心跳加快 不是紧张是什么 我体虚 体虚 那你干吗不敢看我 我没有 那你躲什么呀 温医生 你再不走 上班要迟到了 你该不会是 喜欢上我了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啊 你知道恋爱的五个阶段吗 一般患者 在接受自己病情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个心理阶段 就像你接受不了 喜欢上我一样 现在你正发展成 第一个阶段 我否定 你再胡说八道 我要赶你出去啦 你看 你看 听见 第二个阶段也发生了 愤怒 好吧 好吧 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回刚才说的话 第三个阶段 妥协也期待 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想很快在你身上 就能看到 第四个阶段 吃醋 我也是找我亲啊 至于第五个阶段 以后我再告诉你 上班去了 一会儿见 不是吧 我平时那么会说 总的一到关键时刻 就变压 把他弄